太无语了 唐三哥居然被喷无情 小伙伴们都知道 唐三可以说是老好人了 一路走来 仙草红骨随便送 史莱克其他六怪 大师玉小刚 甚至徒弟吉祥等等 这些人都得到了唐三的好处 尤其是史莱克其他六怪 可以说 他们能够成神完全是唐三的功劳 就是这么老好人唐三 居然被喷无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问题出在了白晨香上面 很多人把白晨香当作史莱克第八怪来看待 并且替他打抱不平 为什么唐三给各种人仙草 为什么不给白晨香呢 要知道白晨香可是唐三的表妹啊 如果白晨香也吃过仙草 改变体质的话 最后他说不定就能和胖子一起飞生神界 而不是一个人孤独终老 难道就是因为白晨香出现的比其他六怪晚 所以待遇就差了 但是吉祥出现的更晚 也得到了仙草呀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仙草并不是可以随便吃的 只有合适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乱吃仙草的话 可能反而对魂是有害 不然的话 当初唐三找到这些仙草的时候 也不会只吃了适合自己的仙草 一口气都吃了岂不是更好 唐三给史莱克七怪分发仙草 也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分配的 因此唐三可能根本就没有适合白晨香的仙草 所以才没有给他 就像唐月华一样 唐三也是没有合适他的仙草 不然也不至于一辈子魂力停留在九集 而且唐三一路上对白晨香是照顾有加的 当初在击杀邪魔虎金群的时候 唐三立刻让白晨香先去吸收合适自己的魂环 就这一点来看 唐三对这个表妹还是很关心的 至于说唐三无情的小伙伴 也只是一难平 马洪俊和白晨香这对CP而已 都想要香香的结局更好一点啊 老铁们你说呢